美国捐赠台湾250万剂莫德纳疫苗 但接下来该如何分配施打 立委高红安指出 指挥中心20日更新疫苗优先施打类别 然而却出现定义不清的问题 呼吁政府应把各优先类别定义清楚 有助于地方政府造策施打 也才不会造成民众恐慌而发生插队的问题 现在有发生了许多的特权疫苗的施打 其实在各地都有发生 但是这些特权疫苗施打 我们发现的问题就是 其实我们中央指挥中心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类别表 这个造策相关的规则把它说清楚 比如说大家在质疑的说 像是丁一鸣的这个事件 其实它就是一个灰色模糊的地带 如果今天在第二类的 我们这个想说 维持防疫体系运作的重要官员 到底这个重要官员有哪些 再来我们的第七类 维持社会运作的人员 到底谁是维持社会运作之必要人员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很大的问题 立委张其露表示 目前各县市施打乱上重申 根本问题是施打顺序定义不清 期盼政府重新检讨施打顺序 以更清楚直观的方式进行分类 民众党团呼吁中央 因说清楚优先次序的依据是什么 避免争议一再发生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